好像也没有 OK 那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找到 并没有找到建立我们attribute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它是有这个attribute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原代码 原代码里面既然都有attribute 那我们就找一下 应该是有的 找一下value 这有一个类似于像的 打开看一下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 这里就有一个我们的resource resource下面就有这样的一些代码 看到没有 那么在这里有这些代码的话 我们就看到 它是如何来建立我们的attribute的 那么 它的这个读法就是声明 声明我们的一个样式 那么这个声明样式的时候 用到了什么呢 用到了我们的attribute 这个里面去定义我们的attribute 包括我们的color foreground 前景色呀背景色呀 后面有一个format属性 format属性就表示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哪一种类 这后面其实是跟 跟的相当于是一个类型了 是一个类 这个就表示它是用 必须是color对象 这个表示必须是浮点对象 等等 这个表示就是reference对象 而这些东西 这些对象它定义到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的时候 比方 background 看到没有 这就有个reference或者color 是不是就是它呀 我们想象一下 对它的定义 实际上就是它们 对不对 那么color的话 其实你定义color 它都是会有个默认值的 都是会有个默认值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再进 那么我们就参照一下 它的这个建立方式 我们也在我们家来建一个 因为目前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r类 attribute是不是空的呀 所以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 我们自己的attribute 参照它的这样一个方式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呢 declare 这个地方就有点奇怪了 可能是addt的原因 还是因为它自己的一个考虑 它不让我们看到这个标签 也就是说不一定鼓励我们去做 可能不一定鼓励我们去做 但我们管它呢 我们照做一遍 declare 叫什么style able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attribute 也没有 也就是说还是不鼓励我们去做 我们管它的照子敲一遍 我烤 我烤几个吧 烤一个 这里我给一个text color 然后它的format 等于color 然后再copy 一个过来 这就定义两个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出错 style 好 这个地方是很显 看没有出错 可见我们系统是认的 同时我们看一下r类有没有生成 ok r类也生成了 r类的 诶 sorry啊 看一下 故障 故障 另外建一个呢 叫bk 这样子呢 生成故障 就是说生成的时候故障 你看我们apt 可见什么呢 aapt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aapt 去生成我们的r类的 我们也可以猜想一下 我们r类的自动生成 就要靠到我们的aapt 对不对 不然的话它怎么会出故障 少了雕枪吗 不影响 不影响 它的意思 这儿有不一样的特殊字符 但我从 我从这儿看 没看到什么特殊字符 它直接 它也没处理好 它这个一旦 字符验证错误 它就 抛弃强了 ok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就行了 待会我们就可以指定它 好 那么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那么刚刚的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就看到了 怎么把样式使用到我们的这个视图上面 对不对 那下面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样把样式 我们就稍微走快一点 把样式用在我们的activity和我们应用程序上 让它整体的来生效 那么我们刚刚定了这些样式 我要把它用在我们的activity上面 就进入到我们的manifest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应用到我们的activity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android theme 有一个android theme属性 我们给它指定一下它的style 比方说给它设置成红色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原来的它这个style给它去掉 或者不去掉也没有关系 重点 先去掉吧 我们看一下这整个activity 把它设成红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运行一下 OK 那么这个是它的这样一个显示 那为什么显示会成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这上头还有一层负的 这个linear layout 它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呢 优先考虑的是对linear layout的这样的一个负 那么下面的这种层次关系反而就没有做到 所以大家可以下来再来看一下 通过我们的hierarchy view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权重 明明我们是有三个 已经变成两个 而且而且我这只有一半是红 是这样的一个红色 那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 反正你用到的这些主题 我们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设置到我们的activity和application里面 那么 这种用法 其实只是表明了我们两种情况的这样一个样式的这个设置 我说了这里面的属性你可以设置很多种 那下面我再讲一下我们的样式的一个继承关系 我们的样式 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情况 我会去给他定义一套主题 我会去给他定义一套主题 这套主题就叫my theme 然后我最后我是打算把它用到哪个里面 把它用到我的application里面或者某一个activity里面吧 然后这个主题下面这个样式下面 我又要给他去定义一些子样式 但这个子样式由于这个地方我已经给他定义了 比方说宽 高 颜色 颜色我放下面 然后我这下面去定义什么呢 第一是定义textview 有一个子的这样一个样式 叫textview的 我去给他定义一个字体的大小 还有color 我再去给他定义一个button 给他定义一个字体的大小color 这样子我在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分开来用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一种用法 我们怎么样来去定义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除了继承我们自己的之外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继承系统的样式 那我们怎么样来继承 分别继承我们系统的样式和字体的样式呢 我先来定义一个样式 我在这里 在他们之上 我定义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的名字叫做 Sandy Sandy theme 那么它是继承于谁呢 我先找系统的来继承一下 parent 这个就是系统的了 继承于系统的 比方说继承于我们系统的 这个又要去考了 我去找一个 找一个系统 这些我都记不住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你又看不到 你又看不到它的一些提示 我们就直接考了一个吧 这个就是默认的 这个text appearance的 这样一个主题 然后在它之下 我又希望去更改它不同颜色 就给它定义到它这个之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是它的子 对不对 那么用什么方式呢 用parent这个属性 来表示 它是系统的样式的 一个子样式 那么我们在这里又怎么做呢 这里我希望它又是它的子 就它这里面定义了的 我就尽量不去定义了 或者说会继承负的 这样一个属性特征 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 如果是自己的 只需要直接给它 加上个点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是不是比较简单 那个标签 用死对 哪个标签 这个 快晕了 sorry style ok 这个就是分别是负的 然后是子的 但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负的 我们看一下哪又 sorry啊 style它本身没有这种牵套关系 我们直接这样子去定义就行了 让它们都 让它们都继承在一层 一层 它们本身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牵套关系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的 因为它们都公用了一些什么 layout wise和height 对不对 我就给它全部都放进来 然后连这个也放进来 然后连这个也放进来 weight也给它放进来 它们只不过是background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去设置 它的这几个 样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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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